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怀疑他们看英文字幕也听不懂我们说什么 觉得很乱很乱很乱 聚众淫乱 不是 我们也有这个真情流露的时刻 你比如说今天我要说的这个事情 我估计这个义军就很有感触了 你说这个世界上每天发生很多不幸的事 有时候你会觉得就是说 为什么你给这个捐钱 你给那个就没捐钱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不必这么想 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事触动了你 你知道吗 就触动了你 谁触动了我呢 就是这个山西现在在太原眼科医院的 这个411病房里的 这个六岁的这个小男孩 这个小朋友 我昨天在车上我就看这个新闻 说被这个挖掉这个眼睛 我当时我都想流眼泪 你知道吗 这是 你是触动 我是触痛 我当妈的这种新闻 我现在就觉得不能看 你说人家小孩就被拐卖 我已经觉得很痛 一想到什么 被挖去双眼 你就觉得说我已经看到了 那么多悲惨的事情 已经觉得说 不会有比我所见过的那些更惨 这是没有底线的 越来越惨 然后我看到他那个妈妈就说 要抓住那个人 说我要清楚 把他的眼睛给抠出来 虽然这个话可能在 就是在法律上不太合规矩 但是就是验证了 是圣经里面讲的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这就是以眼还眼 就是啊 你怎么弄他都不过分 你知道吗 就是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么你说 他们开头有人说的挺 挺圣人 说是眼角膜不见了 就是这个 这个六岁的小孩 到邻居家去玩 玩呢 而且认识他 这什么 叫郭斌 郭斌 这外边有个中年妇女啊 外边有个中年妇女 叫这个孩子的名字 不是说是外地口音的女子吗 但是叫他名字啊 这个六岁小男孩就出去了 出去了 有人看见这个中年妇女啊 就领着他 就走 后来这个小男孩啊 现在眼睛就被挖掉了 最想他自己还不知道他以后是失明 是看不见东西 他肯定永久失明 因为自己不明白 对啊 新闻就说小孩就问嘛 为什么天总是黑黑的 还是黑夜 那我我对这个新闻的内容详细 我没有看 完全不忍心看 我一看到这个 已经真的晕倒了 那我的 像今天开车来 我还想一个事情 假如我是医生 医护人员 或说心理学家 要辅导这个小孩 应该怎么样来告诉他 难道 我在想 又用什么比较相对的 比较安全的方法 来告诉他这个事情 我想 你觉得怎么告诉他 我想 后来我就想 我可能会这样子 当然我胡心乱想 我不会先告诉他 真实的情况 不会说有个坏蛋 把你抓住挖走双眼 我觉得这个 对他整个性格 整个情绪 可能打击太大 打击到完全 他已经能收到 有人挖他东西了 没有啊 他我不晓得 我没看详细 这个小孩六岁啊 我觉得他可能 也没说清 因为就是发现他的时候 他就在野地里 对 就是满脸是血嘛 眼睛挖的 但是后来他 他就是醒过来了嘛 醒过来 他说的就是那个 那个什么阿姨 什么那个中年妇女啊 就带给他啊 就要抠他的眼睛 他就哭啊 他就哭 然后说那个 中年妇女就说 你别哭 说你别哭 我就不抠 最后到底是 有的说是 经过了麻醉 还是没有经过麻醉 而且但是现在 公安局已经说了 就是在那个眼球找着了 但是呢 绝对不是什么 要器官 不是要这个眼角膜 那不是说 没有那个眼角膜了吗 对对对 但是这种方式 弄出来这眼角膜 也没有什么用 那么就是说 反正我看公安的结论 就是说不是什么弄器官的 那所以你是说这女的跟他们家有仇吗 还是说这女的是疯子吗 是神经病吗 但我最关心您刚才要说 就是你怎么跟他讲呢 那我的想法就完全不能成立了 因为我刚说我实在不忍心看那个内容 所以我不知道 对 因为小孩已经知道有人挖 我本来以为说 告诉他你生病了 生病 然后一步一步要 最重要的是想办法 让他在这种状态下 怎么样来面对他未来的生活 可是千万不要告诉他 你是非常不幸 被人家坏人 这个世界上有坏人来弄你 针对你 我觉得这个他更让 假如这样的话 更让他没办法重新站起来 你要跟他讲非常不幸 那是倒霉 那种执病 我本来想引导他往这个方向 让他比较相对的 能够快的站起来 是我在想我们中国的孩子 真要面对多少的陷阱 多少的 你说一出来有毒奶粉 后面又有什么被 就是你出去逛街 被一个交警摔一下 然后还有就是 就在好像是昨天吧 就还有个新闻说 有个爸爸拿三根那个长刺 去戳穿他的女儿 因为很迷信 说是说戳三针以后 第二个会生儿子 就是这个爸都可以 对女儿做出这种事情来 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周围的 这种就是不公不义的事情 太多了 很可怕 就像我刚刚说 那个圣经里面 不是还有就两个 就是那个不义之城吗 索多玛和俄摩拉 俄摩拉和索多玛 对就是最后被降天火 你说你就觉得天哪 这这么多 这不义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还是我们以前都不知道 还是 我觉得真是这个公安机关 现在就说是悬赏十万 我觉得这个案子可得破了 就是说 而且这个女的 是不是把寡了她 咱们就是你 就是怎么就说 我觉得真是不能容许 就还是想知道她是为什么 不是你为什么对小孩下手 我有时候就觉得 你要说真的 你跟他们家 就是还是有矛盾 还是怎么着 怎么能抠眼珠子 怎么能抠眼珠子 我一开始还怀疑 是不是农村有什么 这个风俗 我一开始有怀疑 我说是不是 就是比如说 他们家有个小孩 是失明 然后你去 害另外一个小孩 是不是会好 我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肯定不一定成立 而且这个小朋友 本来他是有这个纯恶劣 有什么 这个纯恶劣 纯恶劣 你知道吗 那你已经是 而且家里人 还是为了他上学 才到县城 租了一个小房子 天天都跑到邻居家 小朋友那去看电视 还六岁的 六岁啊 没有 这种 这是香港人的角度 香港很多论坛 新闻报道都在讨论 当然可能很多偏颇 第一个是说 香港经常有那种传言 没有人出来证实的传言 就说去内地 一些城市 很容易被人家抓走 割了你一个肾 挖了你一个眼睛 那个香港人去大陆的标配 是要穿旅游鞋 就一过那个楼湖穿旅游鞋 说好不好 对啊 很多就 那现在就要悲剧出来了 那香港网站论坛 很多就说 果然是真的 而且还进步了 以前是说 道义有道 只割离一个肾 挖一只眼睛 现在两只一起挖 就很多这样讨论 那另外一个 更宏观的讨论是什么呢 因为就是说 我经常在节目里面 强调一个观点 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有 像美国 对不对 我也难以想象 那些人 小言抢击案 抢击案 还有把女生抓进 把她灌起来 一关一关 十年二十年 把她裂带 生小孩等等 都有 问题是看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整个社会 怎么能回应她 比方说 假如香港 从我从小 就听了那些谣言 说什么 过了罗湖深圳 就会被抓走等等 一直以来 没有公开的澄清 或者说 假如真的有 类似的案件 没有透明度 到底有没有抓到人 抓到人 有没有判刑 判了多少刑 等等 坦白讲 我们从一个 宏观的角度来看 当这些 那么不清楚的话 其实是鼓励 那种悲剧 一再发生 我就是觉得 像在美国 我经常看他们 比如说像CNN 这种国际大台 他会花很大的篇幅 讨论很小的事情 就是伦理道德 那种什么 就是叫进食培育 是吧 就抓个女的回来 等等 或者家里面 出现什么事情 就有时候 我看了都会觉得 关我们什么事 那么远 但其实他就会 花很大的篇幅 讲 然后那个杂志 要登 做封面故事等等 讨论非常长的时间 整个是会大讨论 但在我们这里 一桩桩事情 一桩桩事情 你觉得好像 就这么过去了 还是会讨论 像这种事情 在中国讨论是什么呢 坦白讲 这是道德情绪的感慨 哎呀 好惨啊 好狠的 可是应该是从制度 那个来讲说 怎么样来帮助 不要让这种事情 一再发生 我记得好像香港 是也出现过那种事 是不是有一个 你记得有个小朋友 是给砍断了手啊 还是 好久以前有 对吧 你想 一个 那个事情 当时这个香港的 这个 这个 是叫港督 已经是行政长官了 行政长官 这得出来讲话呀 对 我记得 人神共愤 那家伙就全港六百万人呢 都到 几乎都到医院 看望这个孩子啊 就是 对了 你说的对 就是政治领导人 往往他是承担一个 道义领导人 他同时要承担一个 就是道德领导人的 这样一个角色 所以发生这种事情 你像在美国 那个枪击案什么 也是 就是总统第一时间 要出来讲话的 所以他都会 要说 那 到我们这边 大家好像有 比较停留在民间的 这种讨论和议论 是是是 假如议论真的 我真的蛮天真的 我真的非常相信 法律 法治 假如议论是说 我们法律出现 什么漏洞 可以让 比方说一个社区 没有好好的 那个保安系统 民间自发的保安系统 或说公共的 政府的保安系统 不够好 或说到底有没有抓人 抓到几个 怎么样判 我觉得假如 这种讨论还好 都需要有 而且我看到的 绝对不是 这是感慨 感慨 哎呀好惨 好惨 就是我这样的 感慨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时光匆匆飞逝 永不停息 在你美丽的顶点 让我们帮你 留下一个印记 这一刻 回归清澈自然 让时光 封存你的美丽 留住惊艳一刻 广州长龙旅游 旅游度假区特约之 2013中华小姐 环球大赛 生命中 有些爱 无可取代 就在特伦苏 专属物场 为我所爱 造就 无可取代的味道 无可取代的 爱 不是所有牛奶 都叫特伦苏 悠然品黄山 一山一世界 鲜活的黄山 我觉得你像真的就 我就想起当年香港 我就发生这种事 当然这种事啊 任何一个社会 也不能避免发生 而且他你不能说 对 中国人民主流还是好的 这是极少数 极个别 但是你看啊 就从我的心情讲啊 你出了 你就把孩子眼睛 挖掉这个事情啊 我这个心里啊 就是不安生 你知道吗 就是你弄得我很难过 我觉得你能做什么 要叫我假想 如果我是山西市 不是山西市长了 或者说当地领导 这么一个就人神共愤的 你得起来啊 让这个城里的百姓啊 我们发生了这么一个 惨痛的事情 你要给大家安慰 还是一种力量 对吧 就是你得出来 就是咱们我们这个地方 出了这样的事情 对吧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罪犯 绳之于法 一定要照顾好这个孩子 一定要建立什么相关机制 虽然你解救不了这个孩子了 但是他是不是能让我们的心情 感觉稍稍有个安慰 所以我们经常会讨论到说 对公共秩序的这个挑战 其实你说什么巨重淫乱等等 会对我们的道德形成冲击 这是坏人 那发生这种事情 我们的心情也是很 就是我们也是遭到了 这个沉重的打击 我们需要上就是有人出来 安抚我们的心灵 对不对 所以那天我们说这个薛满子 聚众淫乱罪的这个罪条 其实是什么挑战公共秩序 其实我觉得这种 你把孩子眼睛挖掉的这种事情 才挑战公共秩序 我觉得我不是有歧视 但是是不是我们最近看到的 有一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农村 或者是发生 就是大城市是不是相对少一些 我这个话没有歧视 没有科学根据 可能只是一个观感 我第一次想象这个观感 是有一次看到 就有一个人写的一首诗 是关于说农村的人就喝农药 他就说那的人呢 说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有一点这个想不开 就喝农药 然后有一点事情 说有矛盾就喝农药 就是好像很生猛 就是说为什么好多事情 就突然就是用暴力去解决 我真的我没有去调查过 但我想好像在有一些 我们不太知道的 有一群人在农村 或者有种这个风俗 或者怎么样 是一种我们不太了解的 社会的生存状态 没有 这个以前社会学家 法国的研究都市农村 自杀行为等等 其中也有一个 一直到现在 都有很有影响的说法 是说农村的自杀率 一定比较高的 为什么呢 我们一般想城市自杀率高 他说农村的自杀率 忧郁症等等暴力行为 其中一个理由是什么 你没办法逃开 你农村的人 你在那边 可能你的背景不够好 条件不够好 各方面 知识 不够全面 你没办法逃开 这个community 整个社群 还有社群里面压力 人言可畏 对不对 在城市里面 家家户户 关起门来 警觉性也少为高 所以很多罪案 在城市发生 不一定在农村 在农村 不一定发生在城市 我是说 这种残害儿童 就你刚才讲的这种 就是好像有些人 还真就能下得去手 他把这个孩子弄来 那么咔嚓胳膊就绝舌了 这种让他去要饭 咱们中国人讲什么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以及人之幼 但不是 他都是 别人的孩子关我什么事 他就弄来 他就觉得这个孩子 不把他当做一个人 或者一个孩子看 他没有那种 那种怜悯之心 你不能说 就说人的感情 是不是跟愚昧不愚昧 没什么关系吧 我觉得有点关系 你觉得有关系 因为你从人类的 这个道德史上来说 这次可能有点大 就是我在黑暗的世纪的时候 就是在人类对自身 对世界不是很认识的时候 暴力的程度是很厉害的 是高的 慢慢慢慢经过了 这个文艺复兴 比如说你拿欧洲来讲 经过了文艺复兴等等 是有人就是统计过 暴力事件再下降 我记得还有本书专门讲 他说是我们心里面 都是有一个天使和魔鬼 但是在那一段以后 就是近一百年来 人类历史上暴力事件 再下降 觉得我们里面的天使 慢慢比魔鬼的力量要强大 对这问题 我不想用愚昧这个字 可是所谓的文明 有人说所谓文明是什么 所谓文明就是 你要懂得学懂 知道你的局限 你的边界在哪里 你的底线 你的边界不仅是底线 你的范围在哪里 你不能超过那个范围 然后这是文明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还有说文明有同理心 同理心 我能够站在你的角度 来感受来看这个事情 所谓至少人类的文明的发展 每一个社会 这两个指标是很重要的 你懂不懂得知道你的边界在哪里 这个边界可能要靠法律来限制 后来也可以靠你自律 你要知道有些事情就算没有法律 我也不应该做 不能做 不可以做 你说这个同理心 它还其实还有一种能力 就是说你感受到别人的痛 咱们说的这种感同身受 比如说我为什么觉得这个孩子 就是让我觉得特别难受 我就是因为 我就一次次的想起来 就好像我的眼睛 被人拿两个手 直到这么抠下来 所以你是一个文明人 一个人有这个感觉的人 你怎么能可以对人下得去这个手 所以可能风也就在那里 那个人可能他就没有这份心 他不觉得痛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这个编辑统计啊 其实挖眼这种犯罪手法 还蛮常见 好多是发生在精神病身上 那你就说你 我真的不理解这个女的 我现在非常希望 就是咱们这个这个公安呢 能就能怎么能逮着她 逮着她 你得知道她是 她为什么你说 她是神经病吗 那我想这个好像是 只有这么一起孤立事件啊 而不是说一个村子的小孩 都被挖眼睛 当然了 她应该不是一个团伙 有组织贩卖器官 你可能不是这个原因 那你又说她 又叫她的名字 那看起来这个人 还是有点头脑在做这个案子啊 有点计划 那她是不是神经病呢 但 但是不管是不是 干出这种事了 她就是两个字 禽兽 禽兽不如啊 哪个禽兽 挖也同类的眼珠子啊 你想想 没有 我刚开始节目 小军军 军军BB 香港喜欢叫BB嘛 小军军说 什么作为妈妈 不忍心看 我就想起 对啊 特别我刚作为父亲 那一段时间 变得非常敏感 是什么 看好多电影啊 一看就流眼泪 是 对 讲到比方说 小孩被交通意外 或说小孩被绑架 那些片 那些新闻 我都不能看的 一看就好怕好怕 睡不着 对对 你这心情 我听好多这个妈妈 都给我讲过 就是说 没法看这种新闻 有刚生孩子的 这个孩子还小 一看这种新闻 那简直就不行 甚至有的这个妈妈 刚生孩子不久 她看见孩子 她会哭 这都有这种感情 对 我记得那时候 在美国 刚当父亲 看一部片 是喜剧片 里面一幕啊 是那个 有人进去一个家庭 把小孩抓住 当人质 我看过那个电影 对 后来跟着他 一块去逃亡 是不是 我忘后来 可是我记得那一段 抓住 那那个父亲 马上跳出来说 你不要抓我小孩 你抓我 当人质 本来是用搞笑的方式来 因为那个父亲 很胖很胖 谁要抓俩 那个大胖子 全常在笑 只有我这样流眼 我就想 万一 我很挣扎 万一有人 抓住我小孩 当人质 我到底要不要交换 我相信你这么 自私的人 你会牺牲自己的 对 这一点我对你有 你说在那个情况 连我那么自私的人 都牺牲自己 都会牺牲自己 我当时还没有答案 不太确定 我是觉得 我看了这个新闻以后 我那天回家 然后看到我们家小孩 已经睡了 我看着他的样子 我就在想 谁敢动他 一根寒毛 那我肯定要拼命的 就跟他拼命 就是这种感觉 我就想 既然我们所有的人 这种 其实是一种善的力量 就是我们都有 这种心的话 就你刚才说的 应该有人登高一呼 把我们这种善心 这种东西发扬光大 我们这样讲正能量 对 就给大家有一个交代 是 我觉得这个孩子 现在就这个事情 它应该引起一个 同仇敌忾的 这么一个场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 文明启示录